波卡秒杀卖光 科皮还是满头包 过去一个礼拜 全台湾最夯的就是这两张波卡 昨天凌晨 悠悠卡公司开放电话预购 涌入超过736万通电话 短短4小时18分钟 15000套秒杀完寿 有人打了数百通电话 还是买不到 二碗又火大 甚至开始怀疑 悠悠卡公司是不是暗杠 打通电话成功率 电话这么难打 到底有多少人接听呢 99个也是数十位 这个数字其实有点差很多 对 但我们这边能说明的 可能就是数十位 谢谢 话说波卡上市还真是一波三折 原本这套公益卡打算公开贩售 但四大超商联合去卖 外界批评声浪不断 或使科市长宣布不准公开贩售 我绝对不允许他们公开贩售 我觉得这个就太扯了 不要再干 但周一优药卡公司提议电话预购 科市长也没有反对 对市长同意你们用电话 就是想要对不对 我们只能说我们有跟市长 讨论过这样子的方式 究竟电话预购算不算公开卖 这下妇女团体又开骂了 妇团当初的要求是不要翻手 而不是公开或实下的部分 那科市长她现在的回应 其实是大碗的自由性 所以我们要谴责啊 就是说北市府在这件事上 我们看不到没有任何的处理上的诚意 其实民众对波卡反应还是很正面 不过副团没买到卡的网友连番炮轰 科市长和优优卡公司 还是被K的满头包 议员也磨刀霍霍 看来这把火短期内仍难以平息 动新闻 It's over 结束了 就这样 报道 听众目击100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1000影片2000元 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 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